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学季 距离长春市原计划秋季开学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日前长春市教育局发布了相关的通知 通知中说明学生返校时间 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所以学生和家长也是一直密切关注着 开学时间的相关消息 而据一些学校家长爆料说已经收到学校通知 报道时间有变化 还有一些学校在公众号内发布了最新开学时间的通知 近日长春市教育局发布了 关于做好长春市2021年中小学校秋季开学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确指出学生返校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解放大陆中学原定的8月11号登校改成8月17号 但8月16号早上发布延期通知 静岳明泽学校新生8月20号报道 高年级推迟 一年级报道时间不变 除了这两所学校 长春市第47中学 长春市第72中学 也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开学的温馨提示 具体情况如下 长春市第47中学初一新生原定8月19号登校取消 具体开学时间根据长春市教育局统一要求 请及时关注学校公众号 二三年级学生关注家长群 长春市第72中学 由于疫情影响 全市中小学生2021年秋季开学时间 目前还不确定 具体开学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请七年级新生及时关注公众号中的通知 89年级学生关注家长群中的通知 此外长春市108中学52中学 南湖实验中学等学校 目前均未收到延期开学的通知 守王都市党员编辑报道 那说到开学不但防疫工作要做好 还有一些事关孩子们安全的工作 也是要提前做好的 其中就包括校车安全 校车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校园 而保障学生平安出行 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那为了规范校车运营防范交通事故 今天上午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禁阅区交警大队 就在开学前对辖区内的校车进行了一次集中检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聚业大街和永顺路的交汇处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 马上就要开学了 为了能够保障中小学校车在开学前的使用安全 消除安全隐患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禁阅交警 联合禁阅区教育局对辖区内的84所学校的107辆校车的逐一安全检查 就是新的 日期就是在这儿 省业份 然后把那个防疫箱 你留下来日常水手可拿可见的地方 这里面就是 你这个东西少了 消毒的 你这个东西少 回去还得准备 你这个锤的使用会不会 这个会使用 好 此次我们主要是对校车的防疫资源 包括应急一些设施的装备 关键的也就是驾驶员的安全参与交通这个意识 避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驾驶资格的一些检查 在逐一检查后 民警发现 虽然大部分校车及驾驶员能够顺利通过检验 但仍有少数校车存在车内防疫箱物品不充足 安全门存在义无堵塞的情况 针对此类问题 交警部门也已经进行了记录 并则令其限期进行整改 这个车后面的那个安全能呢 有个垃圾盘的那会儿土色 影响学生的疏散 整改后呢 我们也将对所有出现问题的校车再进行复查 如果检查依旧不合格的话 那么它是不可以参与运营的 所有经过检查合格后的校车 才可以完成整个学期的学生的安全运输工作 我们对校车的检查不是说仅有开学一次 我们是通过开学前放假前 两次的固定检查和中间的几次抽查 保障我们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守望都市孙俏宇峰报道 我们带来关注疫情防控工作 长春站作为长春市的重要交通枢纽 每天的人流量都很大 为了方便广大进出站旅客 及周边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长春站地下的综合换乘中心 也设置了临时接种点 单日最高接种可达600几次 据了解呢 如果是本地区接种者呢 只要拿上这个身份状就直接登记就可以了 而外来旅客呢 想要接种疫苗 过程也并不复杂 只要进行吉祥码扫描等核验工作 就可以接种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 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 那为了方便拱大进出站旅客 以及周边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那长春市疾控部门呢 是在这里增设了新冠疫苗 接种的临时接种点 那么据了解呢 这样的一个接种点呢 单日最高承载疫苗接种呢 可达600几次 据悉目前北站换乘中心内 有两处临时接种点 可接种第一和第二几次 由于人员流动性强 人流聚集 本地区接种者可持身份证件 直接登记接种 而外来旅客需要进行吉祥码扫描等核验工作 在此接种点工作人员提示大家 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 按时完成留关 接种前24小时切勿饮酒 避免影响接种 中文都市王磊海军报道 大家都知道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随着国内部分地区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针对目前全国的疫情形势变化 当前我省正在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推动尽早建立其免疫屏障 而对于接种疫苗的相关注意事项 在接种前一定要了解清楚 为此我省卫生健康委和相关的专家 也给出了几类过敏患者打疫苗的注意事项 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日我省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疾控临床专家 就市民对于新冠疫苗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集中解读 我们也对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 问题一 如果对其他疫苗过敏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对其他疫苗过敏 比如说出现呼吸困难 出现过敏反应 或者出现血管神经性水肿 这样的反应是不可以接种疫苗的 问题二 青霉素过敏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这要是看我们新冠疫苗的成分 目前我们注射的灭活疫苗里面 不含有青霉素和青霉素的类似物一些成分 所以说打这样的疫苗 临床是很安全的 问题三 饮酒之后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原则上我们不建议喝酒后立即打疫苗 如果是喝酒了 第二天没有一些因喝酒 产生的一些临床上的不实 比方说头痛头晕 消灶一些症状的话 可以打疫苗的 临床专家表示 部分新冠疫苗受众者注射点会出现硬的结块 这是机体对疫苗的局部反应 如果有此症状 可以先观察一个阶段 如果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没有加重的迹象 就属于正常情况 如果硬结症状比较严重 需要到专业机构进行就诊 如果在接种第一针剂的时候出现严重的不明反应 或者是在接受第二针剂的时候 有急性病变的患者不能解冻 其余的都可以 在疫情防控期间 口罩是咱们出门的必备品 但是在这个炎炎的夏季 长时间佩戴口罩 难免会感觉到又憋又闷 最近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 类似于口罩支架内托 口罩爆珠 清凉口罩等降温神器 那么这些产品真的能够做到 通气降温和防控病毒两不误吗 来听听专家的提醒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口罩防温神器 可以发现 销量最高的是口罩防温支架和口罩爆珠 在商品评论中 有消费者表示 用了之后确实感觉缓解了闷热潮湿的情况 我们也从电商平台选购了两款这样的口罩神器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中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口罩支架 那么这个就是口罩爆珠 现在我们就佩戴上了这样一个口罩支架 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确实有一些清凉 但是从我们的这个口罩的边缘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贴合度并不是那么的好 现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口罩爆珠 放在这个口罩里边了 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我们口罩内部是有一些潮湿的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刺鼻 这个支架都是同一的型号制作出来的 所以它跟面部的贴合度不一定很好 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些阻合作用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个爆珠是这样子理解 爆珠爆的量比较大 我们会把这个口罩的内面给湿掉 那么湿掉以后 这个口罩的阻合作用就会受到破坏 另外专家提醒 爆珠口罩一旦爆珠破裂会产生气体 这个气体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 戴口罩是阻隔病菌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盲目使用网红神器可能会事倍功半 守王都市报道 长相伴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实地测量 限高不准 该谁负责 却询问无果 我找过路员交警队 咱们道路设置 人都说不归他们我 今日记者在访现场 限高牌悄然修改 谁换的至今成迷 现在他们无声无息地把牌换了 误人的限高牌 守望都是今日关注 男子万寿银行卡 助他人犯罪被判刑 判处居于6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把金钱已经缴纳 缓刑卡与期字 判刑确认知识计计计算 四评公安征集李印等人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墙体砖片脱落 楼下私家车被砸 这个小区墙体脱落 很多地方都被砸了 车玻璃都碎了 花费上万买手办 货款已付 店主失联 那边收取了钱之后 货找不到了 人也看不到了 要走正规的法律程序 进行立案 昨天我们大部分的 顾客已经同意 共一起立案了 中国移动拳签照 畅想智慧云生活 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红血血好 洗脑好 本来目由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 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 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飞速发展 信息网络已经渗透进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极大的方便 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让一些诈骗分子 是有机可乘 为此相关部门 在对电信诈骗的 打击力度加大的同时 也对相关的 上下游犯罪进行了打击 近日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 一名男子 把自己办理的 11张银行卡 是出售给他人 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而这名男子 也因此获行了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20年3月 被告人邹运慈 与其朋友陈伟健 在吃饭期间 陈伟健建议邹运慈 办理银行卡 并卖给陈伟健使用 并承诺 每张银行卡 每个月 给邹运慈好处费 500元 刚刚看到的是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 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被告人邹某 2020年3月至7月间 先后办理了 11张银行卡 并陆续将银行卡交付给陈某 获利共计4500元 经我院实体查明 被告人出售的11张银行卡中 有两张已经查实 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犯罪活动 其中一张收到被害人转款 人民币22万余元 涉及资金流转122万余元 另一张收到被害人转款 人民币42万余元 涉及资金流转316万余元 2015年11月1日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9 在刑法第287条后 增加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第287条之二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 处三天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被告人邹某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情节严重 故本院认定被告人邹某的行为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出审法官认为 鉴于被告人邹某系出犯 到案后 即在审理过程中 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拒绝书 故经开法院 依法对其从情处罚 不如企图的就是贪点小便宜 也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现在也非常后悔 以后绝对不会再触犯法律 被告人总因此犯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 据一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罚金已经缴纳 缓刑考验期次判决确认知识计计算 追缴被告人总因此犯法 所得人民币4500元 欲以默奢刑判脚国库 近年来 一些人为了贪图小利 把自己的电话卡 银行卡说卖给他人 殊不知这些卡 一旦被不法分子借机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10名半卡人就成了帮凶 法官提醒 切勿以身释法 死亡都是俊阳 海军报道 小黑除恶 一直是公安部门打击的重点 近日四评警方就发布了 一则关于征集 李硬等人 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线线的通告 来详细了解一下通告的具体内容 近日 四平市公安局铁锡区公安分局 打掉以李硬为首的犯罪团伙 抓获张义航 郑海涛等团伙成员 共计16人 现已初步查明 该团伙长期实施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故意毁坏财物 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法治安管理活动 强迫卖淫 组织卖淫 非法持有枪支 等违法犯罪行为 侵害群众利益 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彻底摧毁李硬犯罪团伙 铲除这个社会毒瘤 四平市公安局 现象社会 广泛征集李硬等人 违法犯罪线索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曾经受到李硬 及其团伙成员 侵害的受害人 为维护自身权益 积极揭发检举李硬等人的 违法犯罪线索 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信息 严格进行保密 举报线索警察属实的 将按照四平市公安局扫黑办 关于群众举报 黑恶势力犯罪奖励办法 给予相应奖励 对于包庇 袒护 纵容违法犯罪分子的 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同时公安机关也正告 该团伙其他成员 要认清形势 放弃侥幸心理 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举报途径有电话举报 信件举报两种方式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组织抽检了22类食品 共1315批4样品 这其中不合格样品 19批4 多家商超 因为售卖不合格产品被通报 8月16日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关于食品不合格情况进行通告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胖大厨 一元小油饼菜馆 经营使用的自消毒 附用餐饮具 大肠军群 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 经营有限公司 北湖伊甸销售的粉壳鸡蛋 地美销作 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二道区万通市场 海云水产摊床销售的草鱼 宽城区宋家农贸综合市场 新新鸡蛋摊床销售的乌鸡蛋 恩诺沙星 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二道区新新世纪生鲜超市 销售的芹菜 二甲物林 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宽城区宋家农贸综合市场 景新蔬菜摊床 陆新蔬菜行 随新蔬菜行 丁雷蔬菜店销售的芹菜 国郡海鲜行销售的PP虾 格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标称吉林市九红银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 3P4包装饮用水 电导率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以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予以查处 召回不合格产品 分析原因进行整改 首昂都市编辑报道 日前的长春市宽城区 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公告 你对复城路项目范围内的 国有土地房屋实施征收 那具体的征收范围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市宽城区 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公告 你对复城路项目范围内的 国有土地房屋实施征收 征收范围 复城路凯旋路至人民大街 规划路规划红线范围内 暂停办理时间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至2022年8月16号 为方便群众根据季节特点 随时查询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局势办小程序 消防隐患举报 热线直播服务专区新增 讯期消防安全提示 夏季消防安全提示 暑期消防安全不放假 三项内容 分别从讯期单位 公众消防安全 夏季家庭外出游玩 暑期儿童消防意识培养 三方面进行了安全提示 长春大学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高级人才84名 报名时间 2021年8月24号9点 至8月26号16点 具体信息可登陆 长春大学网站查询 政策咨询电话 0431-8890-5307 8月20号8点30分 至16点30分 路远区克北县 克东县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 台北大街以南 青年路以东 青林路以南 铁锡花园附近 荣桥小区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那现在呢 不少老年朋友都走出家门 报名参加一些 老年大学的兴趣班 未来让这些老年朋友 能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吉林开放大学 老年教育学院 就聘请了省内名师名家 为他们传授技能 这位女高音歌唱家 边桂荣是长春电影制片场 乐团国家一级演员 电影创业的插曲 满怀深情望北京 就是边桂荣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那个时候的录歌曲啊 是一气呵成的 你中间不能错 所以就特别紧张 紧张呢 那个脚站的那个地板 都有点发颤 一踩的那个地板 在这就出声音 录电影歌曲呢 是一点声音都不尊用的 有一点杂音 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嘛 完了就把鞋脱了 光桥录 边老师告诉记者 由于40年前的录音条件有限 录制电影插曲的时候 作曲 乐队 指挥等创作人员 都在录制现场 屏幕上放着电影片段 乐队奏乐和电影片段同步进行 这也要求演唱者具备高超的演唱技术 才能一气呵成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曾先后为电影《燕阳天》 《年轮滚滚》《花园街5号》等20余部电影陆配独唱 曾被文化部授予拔尖人才 退休以后 编老师也依然奋斗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更多人 老年大学找到了我 我们国家的退休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年轻时候呢 他们有的想学唱歌 但是没有机会 他们到老年大学来圆了他们 年轻时候想唱歌唱好歌的梦 欢迎喜欢唱歌的老年朋友们 到我们学校来 和他们快快乐乐的 把老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燕老师说 这几年他教会了很多老年朋友唱歌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 也丰富了大家的晚年生活 再过不久 吉林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就要开学了 在新的学期里 学校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 除了聘请像编老师这样的 名师名家参与教学 学校还有专职的专业教师 为前来学习的老年朋友 提供更优质的教学体验 到目前呢 我已经从事老年教育 已经有五年左右了 与其说呢 在老年大学 教叔叔阿姨们演唱 不如说他们在教我做人做事 他们的那种慈祥 那种包容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能够在退休之后啊 还选择在老年大学来学习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点赞的 我是本校的古证专人教师 我的学员50岁 一直到70岁 当他们从零基础 一直到现在 能够完整地弹奏很多专业的曲子 跟我一起站在国家开放大学 老年教育成果展示的这个舞台上 我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据了解 吉林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正式报名时间 第一批是8月20日至8月31日 第二批是9月1日至9月30日 美术音乐舞蹈等六类专业供老年朋友选择 报名地点是长城市人民大街6815号 吉林开放大学原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老年教育学院招生办 同时全省电大系统正在组织招生工作 全省的老年朋友想要报名的都可以到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咨询 详情也可以关注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公众号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报道 守望热点榜一起刷新世界 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说 初次开车上路往往会格外的谨慎 也需要这个马路上其他驾驶员多多担待 然而下面这位新手司机还来不及大伙担待他 他就把周围几辆车室扫荡了一遍 这个新手司机多少是有点慌张啊 有网友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龙白尾嘛 下面这位也说了或许有些人天生就不太适合开车 还有人说了好在周围没有人 否则呢也是一波带走了 您别说啊驾驶汽车这个事呢 或许还是存在天赋一说的 您瞧下面这位四川乐山的老人家 顶着92岁的高龄啊 顺利完成了驾驶员的考试 有网友说了 92岁保养的像70多岁老爷爷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还有人说了看老人家的气质啊 车开到100岁问题不大 下面这位也说了老爷爷就是我的榜样 明天我就去考这个驾校啊 那说完了自驾出行呢 咱们再来说说公共交通 那最近呢浙江宁波的一位女士 在乘坐地铁的时候 手里的包是不慎被夹住了 夹在了这个门外 那女士呢一路是紧紧地拽着包袋啊 可是等到下一站车门打开的时候 结果却出人意料 你说这拽着一道 拽出个寂寞啊 有网友说了 求这位女士的心理应有面积 还有人说了 乘坐这个地铁公交车 这种包还是抱在怀里比较稳妥 下面这位也说了心疼这位女士三分钟 那下面这一幕呢 也是够出人意料的 那前不久呢 江西九江的一家理发店里 是突然闯入了一名独肃之客 众人定睛一看 竟然呢是一头野猪 有网友说了 好一头爱臭美的野猪 还有人说了 来趟头顾客 头发瞬间都立起来了 下面这位也说了 野猪也很慌 我是谁 这是哪 我在干嘛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河南信阳 那前不久 七七节的一名女子 因为不满家人催婚 爬到了十三楼外 想要轻生 最后呢 还是消防员 神兵天将 有网友说了 我也是单身 我也怕催婚 但还得好好活着呀 没错 还有人说了 别让家人的关怀成为负担 那下面这位也说了 估计下次家人 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七大姑八大姨们 引以为戒呀 那最后说的这位呢 挺可气的 那说的是本月的十五号 有人在省会长春 拍到了这样一幕 一户住在顶楼的人家呢 是养了很多的鸽子 而主人在打扫 在这个鸽子笼的时候呢 竟然把粪便 直接呢 从这个高空就抛下了 引得网友是一片谴责 有网友说了 功德素质 请问这名男子 占哪样 如果光从视频来看的话 这俩词好像跟他 没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人说了 跟这样的人做邻居 真的是太倒霉了 那这位也说了 这样的人 不能光是道德谴责 必须依法处罚 不罚不长记性 好了 今天呢 咱们就先刷到这儿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高架桥 高架桥 限高三米八 三米七的客车 顶背刮 小头能过去的 我到时候上面刮空桥上了 这桥底下只有三米五四 实地测量 限高不准 该谁负责 却询问无果 我找过路由二交警队 咱们道路设置 人都说不归他们我 今日记者在访现场 限高牌悄然修改 谁换的至今成迷 现在他们无声无息 误人的限高牌 守望都是今日关注 墙体砖片脱落 楼下私家车被砸 是这个小区墙体脱落 很多地方都被砸了 车玻璃都碎了 说我先问这种 递交的事情 但代表 吃果里面有责任 花费上万买手办 货款已付 店主失联 那边收取了钱之后 货找不到了 人也看不到了 要走正规的法律 受取基确立案 昨天我们大部分的 顾客已经同意 和我们一起比较了 中国移动全前兆 畅想智慧云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 首望都是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我们来关注高空坠物 质量再小的物体 有了高度和速度的加长 都会变得具有破坏力 昨天下午就有长春市民 给我们打了电话反应 说自己的车停在 一个小区的商铺门前 被这栋楼上坠落的 砖块砸中 造成了车辆损失 而且受伤的车 还不止一辆 记者正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卫星路 东黄银河家园小区的楼下 那有市民给我们 打来热信电话 说8月15号中午的12点左右 这栋建筑的外墙砖片 发生脱落 导致楼下多台车辆被砸 那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多台车辆的后挡风玻璃 以及车体的部分是受到了损伤 那现场的地面上 还有一些砖块材料 8月15号上午 12点18左右的时候 门市的那个一个业主 打电话告诉我 说我的车被砸了 我很着急过来一看 是这个小区长体脱落 我后备箱的那个挡风玻璃 还有还有车上面 还有车门子 很多地方都被砸了 车玻璃都碎了 在现场 记者也发现 张女士的车辆 并未停在 湿化的停车位中 张女士告诉记者 不仅自己的车被砸了 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 仍有砖块时不时的掉落 也波及了周围的多台车辆 并造成了车损 发现车被砸之后 我马上就去找了 这个小区的那个物业 他们说 我这个车 他们不负责 我的车 是不是停在你们小区楼下 而且是你们 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 砸了我的车 所以我要求 你们物业 给我一个说法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 东黄银河家园小区的物业 客服主管接待了我们 客服主管告诉记者 针对小区内老旧建筑瓷砖脱落等问题 物业在今年三月份 已经向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请 并希望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在此次杂车事件发生后 物业也及时到达现场 拍照留证并张贴了安全提示 针对张女士要求物业方赔偿 车达车较损失的诉求 客服经理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可以配合 要是要一会儿 不会出头 怎么回事都可以 或者是法律部门认为 怎么鉴定 咱们就怎么配合 我非常不满意 他们一直在推卸责任 我要让他们 给我的车维修就可以了 那我就法律维权到底 要一个说法 最近长春的郑先生 把自己的车送去棉检 可是这检车回来 郑先生却感觉 自己的车有点不对劲 档位不好使了 而检车县的工作人员认为 车辆并没有什么问题 并向记者提供了 车检式的视频 把钥匙交给他了 进去屋里去开票 没有人找我 所有车有任何问题 去把我那个 安检贴领回来了 车辆检验合格 郑先生顺利领取了您检贴 可不想 刚走出检车线 他就感觉车辆 和以往似乎有些不同 挂到一档上是倒车的 我再挂二档 挂在那块了 手撒开 憋在那块 车不动 郑先生发现车辆不对劲 就直接把车 开回了检车线的停车场 郑先生说 自己的车 虽然是一辆十几年的老车 但之前车辆的挂档 没有任何问题 这次正是因为 检车导致了故障 整个检车线下来 他没说我车有毛病 还把那个安检贴给我了 04年买的车 一直是我一个人 亲自开 他为什么我车 现在是这个德行 我一看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档位那块 整弱 今天记者跟随郑先生 来到了这家 位于长省路上的 永仲检车线 进入大门 郑先生就找到了 自己的捷达车 郑先生给记者 打火启动 进行演示 发现这回车辆 挂一档好使了 但郑先生说 挂二档 还是有问题 一档走 二档 不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郑先生说的这种情况呢 郑先生前来检车时 检车线工作人员 又是否发现了这一问题呢 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检验 工作人员要检验车辆的外观 灯光 底盘 刹车和尾气 等几个方面 如果这些方面合格 就会发放棉检合格标志 郑先生的车在工作人员驾驶时 自始至终并没有发现异常 我直到这个事之后 我过来了 我过来了 我挂档了 我也好使 我挂到档我也好使 那车车不是说开不走 档就是不好使 开不走了 车我们给推出来 是吧 我们已经完成检测了 所有检测数据都否则 等待车主取车 他取车的时候 就不说不好使 二档 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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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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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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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不了 大家都看见 那你让他挂一下 我们这车主同意 车主同意 我不好说的话 那刚才就跟着人说 他如果挂就能挂上 那你没挂上 我也能挂上 试一试试一试能走 那你是没挂到位置吗 不是 我车原来不这样 找一下手法 就是说 能找到 只不过是现在多了一个程序 可能是需要你稍微再 再好好找一找 对对对 从来内部这个事 很有可能是吧 像硬带轮转的时候 档可能挂着的 我怀疑是这样造坏的 没有 我们都是正常检测 你可以看前空 在工作人员提供的视频中 记者看到了 郑先生的捷答车 在检车过程中的部分片段 通过几个不同场景下的检测画面 记者并没有看到 车辆行驶起步有什么问题 不过对此 郑先生仍旧存在疑虑 他希望能观看 车辆检测的全部视频 我们愿意给他提供全程的 可以吗 可以 咱们看的那些部分没问题 然后您回家的仔细 行行行 这一车各方面检测数据都可不可了 他这个车只是说车年头时间有点长了 挂档的那个间隙有点大 只要找好那间隙就可以挂上它 守王都市徐颖张扬报道 这两天很多在位于长春市西康路 神光动漫店预定了动漫手办的顾客 给我们打了电话反应 说他们花了上万元 甚至十多万元 在这家店预定了产品 可是这个收获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店里的店长却失联了 为此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这家店 了解情况 之前位于在这个西康路 这个宇宙乐街会的神光动漫 一直定的东西 也定了几年了 一直都非常好 但今年我从二月份开始 在交的这个定金 然后突然就不给货了 然后我昨天他们店里 突然声明说他们店长 他们有什么经济约纷 说离职了 我之前也通过神光 然后他就预购了一些产品 那边收取了钱之后 货找不到了 人也看不着了 丁先生说 他们所买的动漫手办 都是通过预定的形式 挑选样品后付全款定金 然后一年左右那道货 但大家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都是把钱线上交给了神光动漫店的店长 对方也出具了相关的收据 可是眼看收获日期马上到了 店长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的钱是分两笔 通过支付宝转给店里的 一部分转给店里 一部分转给店长 都是按照他的要求 他指定我的支付宝 我转的 我在这店一共前后 消费了大概十多万块钱的东西了 但是之前一直都非常好 只有从今年这次开始 运气成功什么都没有了 丁先生表示 由于他们手中的收据都盖有店内工章 也是按照对方要求进行转账的 所以动漫店应对此事负责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康路上的 长春神光动漫开发有限公司 西康丰公司 这样我们有一个员工 现在那个我们已经张贴了 就是现在他可能设计了一些问题 已经进入调查了 那咱们公司觉得有没有责任 但是就是说顾客 我们一定是维护的 我们指定是维护到底 这些顾客来我们家以后呢 拿出的都是属于他们私下交易的这个东西嘛 我们公司我们指定会配合顾客 那我们马上查一下 是不是他私婚了 还是说的他自己就是为了帮助顾客 把钱呢又转到了 因为我家是不允许私自收那个收款的 收到这些钱就没有进入公司账户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他们经内部调查发现 涉事店长不仅存在违规收取顾客货款的行为 而且还冒用店内账户名称及头像进行转账 现在他们已经将此事反映到了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随后我们也试图在现场联系了该名店长 但对方的电话一直处于无法接听的状态 您好 您拨上的用户也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现在也是集合所有的顾客 最后我们可能要走正规的法力程序 进行立案 昨天我们大部分的顾客已经统一 否定起立案了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组织资料 最晚的话我们是在后天 必早去立案了 截止到记者离开前 丁先生等人表示 他们还是希望原店长能尽快出面说明此事 争取将问题早日解决 守望都市张健富强报道 中国移动全天照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旺客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8月10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了一辆大客车 在经过长春市台北大街的桥下掉头时 因为线高杆高度有误导致车顶被刮的事 我们的记者到现场查看后发现 线高指示牌标着的可通行高度是3.8米 大客车的实际高度是3.67米 并没有超高 而对于车辆莫名被刮坏 一直也没有相关部门给出明确的说法 如今一周时间过去了 事情该由谁来负责还没有回复 今天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现场 却有了新的发现 长春市民焦师傅是一名客车司机 7月24号晚上6点多 他拉载着乘客行驶在台北大街上 随后在一处标识着 线高3.8米的高架桥下掉头时发生了事故 我先条头能过去的 我到时候上面刮空桥上了 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就用实际我的激光测量的高度就给它撤了 这桥底下只有3米54 记者看到在焦师傅的车门下方 有车身高度为3.67米的标识 如果桥下限高3.8米是准确的 这辆车就可以正常通过 找过路远交警队 和咱们道路设置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记者电话联系了台北大街所属的 路远区交警大队 交警表示标牌是由交通局设立的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交通局的电话 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只负责长城市区以外的公路道路设施建设 那距离我们第一次报道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过去了七天了 那我们节目组还有当事人焦师傅 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 说这个错误的限高牌 到底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个调头考处 那我们看到了原来错误的 这个3.8米的限高牌 现在已经换成了3.4米 到今天脚的流快到一个月了 没有言和一个部门向我 说你的车座由我们来赔付 但是呢 现在他们无声无息的 把牌换了 我这行呢 他肯定知道错了 但是焦师傅的车损怎么办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拨打了12345市长这线 还正在这个明确 最开始我们联系了这个公安部门 不是交警部门设立的 然后联系了这个建委 我们现在还正在处理当中 那现在是确认这个事是由建委负责是吗 随后焦师傅又拨打了 长春市建委桥梁办公室电话 到这之后这牌子还换了 下午两点 记者接到了建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表示限高牌是施工方昨天更换的 现在结果也正在处理中 记者接稿前接到了焦师傅的电话 焦师傅表示建管部门已经答应 可以给予赔偿 守望都市报道 看来车主想要维权确实不太容易 好在找了这么多天终于有了个结果 虽然悄无声息 但好歹限高牌是换过来了 只是希望这次换完的高度是准确的 起码能够保证过往车辆按照这个高度 能够安全通过 让这样不超高却被刮的事别再发生了 20世纪60年代初 浙江省绍兴市珠济县丰桥镇干部群众 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实现补人少治安好的丰桥经验 如今丰桥经验已经成为了全国政法战线 一个快制人口的典型 为了将丰桥精神进一步延续 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拍自演自倒了一步 展现新时代法官风桥精神的微电影 今天上午九点 微电影《风桥之歌》正式首映 今天上午九点由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拍自导自演的影片《风桥之歌》正式对外发布 据了解这部微电影共有演员五十余位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长春市两级法院的法官 他写的就是幸福物业小区要起诉小区内四百户居民拖欠物业费的事 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源于真实的案例 那么真实的案例呢就是最终通过人民法官的工作 社会各界参与最后成功地化解了这起纠纷 对于参演的法官来说 这次难得的体验也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同时受到影片中矛盾调解式的启发 目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已着手在辖区内建立这样的调解中心 不日即将投入使用 我们二道区也已经筹备了这个东盛街道的茅条中心 现在处于一个筹备的接近尾声的阶段 他的观念就是究竟解决所在街道所有居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记者了解到这部影片预计今天晚上六点半将在长影频道正式播出 同时近期也将在各大视频网站登录播出 守王都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理广播电视台各电视频道及广播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以及集市通木耳FMAPP等官方渠道报名 别错过实现梦想的机会 期待在镜头前看见出色的底 我们因热爱而在 期待你因热爱而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留言都是跟这个开学有关的 有网友留言说呢 现在家长学生们都在等通知呢 也不知道哪天开学 我每天都关注我儿子学校的公众号 看看有没有相关通知 还有网友说说我家孩子学校现在还没收到任何学校开学延期的通知 我们就按照他们下周开学准备呢 好了 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都市情感大戏 北上广布相信眼泪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